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队长 念之 你怎么来了 没有打扰到你吧 怎么会 快请坐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天宇 我今天来 就是想问 你方不方便 这个周末 家父想邀请你去我家吃个饭 冷间度啊 你要是太忙也没关系 我知道 不 我去 那 我们就定周末吧 你可以早点去跟家父聊一聊 队长 队长 这冷尸难摆得可是鸿门宴 你真的要去啊 你都听见了 嗯 去 为什么不去 他就算是杀我 也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动手 也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动手 我倒想去看看 我倒想去看看 这个冷家 到底打什么算盘 这还能有什么呀 就是想唐一炮弹腐蚀你呗 你说这冷尸难也是 敢在警察局门口盯手 不 这应该 不是冷家的车 我开那个发布会 有两个作用 第一 是保证我自身的安全 第二 是想向关伯君 释放信息 告诉他我的立场 并且 希望他可以跟我合作 我在想 关伯君之所以不现身 是因为他不够信任我 之前他当过卧敌 加上邻居长被杀 他很难相信人 他这是在 考验我 观察我 站起来别动 你 对不起 关伯君还是没有找到 你倒是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啊 我会抓紧的 听说龙天宇已经答应到我们家里吃饭了 是 龙香香呢 我也会抓紧的 爸爸 我先下去了 爸 这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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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啊 不要命了 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真是 今天出行不力 我还是别在大街上晃的了 大娘 您坐我这儿吧 好 谢谢啊 你们说巧不巧 我一天之内经历了三次意外 居然还毫发无伤 那 那只蛇是毒蛇吗 倒也不是什么毒蛇 就是普通的蔡青蛇 可是你想啊 我要是屁股被它咬上一口 那也得疼得一个月半个月下不了床的 好 放心吧 来 翔翔 吃点水果 翔翔 那后来你是不是吓得 就跑回家躲起来了 当然没有了 我还去买了一阵彩券 而且还中了一根西非力钢笔呢 不是 你没有跑回家 反而去买了彩票 对啊 你想啊 我一天之内中招了三次 都没有出什么意外 这是何等的运气 当然要去买彩票了 想想 你还真是 真是够特别的 我哥怎么还不来呢 好 好 好 请 龙队长 请 香香 吃点水果吧 谢谢您之间 你啊 都这么大人了 还追着哥哥 你们感情真好啊 我觉得你们两兄妹 感情才好呢 你可不知道 从小到大 我哥天天就知道训我 他就站着 比我大那么几岁 每天这个也要管 那个也要管 连我亲爸都没有 这么管过我 你哥啊 也是为了你好 不过香香 就我看来 我觉得你跟你的哥哥 这不同之处啊 大于共情 你看 不管从性格 喜好 就连长相都不太一样 嗯 这个你们就有所不知了 其实 我和我哥哥 并不是一奶同胞的兄妹 我们俩是同母义父 他和我的妈妈 都是外乡来的逃难人 所以 就连长相都不是很像 你哥哥 我哥哥 我哥哥 大少爷 大少爷 龙队长来了 请他进来 哥 你这儿 龙队长 哥 你这儿 你这儿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哥 我是来替你加油的 加什么油啊 哥 你知不知道 我最近正走运呢 我刚才连出了三次意外都没有中招 我今天一定是你的小复兴 意外 什么意外 有没有受伤 傻哥哥 我没事 我要是有事的话 还能这么活蹦乱跳的吗 龙队长 你这警察做的是风生水起 可也得照顾一下自己的家人呢 这警察办案的方法有千种万种 不一定非得横着走 你说是吧 今天我们家真热闹啊 爸爸 爸爸 龙队长 龙监督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 欢迎欢迎欢迎 这是给您带的礼物 我们的礼物 人来就行了 不用那么客气 礼多人不怪嘛 别站着说话 请坐 请 谢谢 龙队长 喝口茶 最近看起来好像瘦了 难道是工作压力大 这平常可得多注意身体啊 劳已结合嘛 没事 我很好 谢谢关心 我哥 可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要他休息 除非等他退休之后 不过呢 就算他退了休以后 肯定也是一个爱管闲舍的老头子 这一点 龙队长跟林局长真相 哎呀 老林虽然人走了 但他的作风 在正法口 真是有口皆碑啊 绝对担得起 鞠躬尽瘁死而后以八个字 可惜啊 还真是可惜啊 这林局长本来可以安享晚年的 嗯 看来你们警察这个行业 还真是个高危行当 哎 想想 你平常是不是经常担心你哥 为他提心吊胆的 是啊 我也觉得我的老师特别死板 想想他这一生 都奉献给了警察这个行业 二十岁入行 三十六岁就当了警察局长 他生平追求的是公平正义 到他死的那一天 都没能亲眼见证 他生前奉公守法 两袖清风 死的时候清算财产 除了祖上留下的那座老宅之外 银行里没有半点积蓄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的老师 老师 确实过得挺可惜的 龙队长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相信老林也不会同意你这样说 他一生承恶扬善 怎么能用物质这些东西来衡量呢 你想想 他抓的犯人 哪一个不对他恨之入骨 他帮助过的人 终其一生 这辈子 都不会再跟他有任何关系 承恶扬善 最终得到的 就只有孤独 一辈子为人做嫁衣 又有几个人记得他 龙队长今天的高论 还真是让人意想深刻啊 是 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说我这个警察啊 就应该这么干 以后管他什么案子 什么业务 心里只要想着如何升官 该拍谁的马屁就用力拍 心中秉持着 衙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无钱莫进来的原则 谁有钱就谁有礼 谁给的钱多就盼谁赢 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 更应该好好地伺候着 我说我的老师啊 要是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早就成为你们眼中 所谓的成功人士了吧 也不至于 会落得晚景如此凄凉 冷剑多 你说我要是真的成为 这样的警察 是不是可以跟我的妹妹 过上一个好日子 哥 你今天怎么了 你听听你说的 都是些什么话呀 香香 你别激动 你大哥 也是为了你好 香香 你说 要是我变成这样的人 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哥哥 如果你变成这样子的人 我绝对会跟你一刀两断的 我不认为那是所谓的成功 我要是生活里 和这样子的人有关系 丢死人了 可是你想想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以后 就会过上好日子 而且不用每天 低心吊胆的 这样不好吗 我才不相信这样的好日子呢 警察在我心目中 是最高尚的职业之一 警察就应该承恶扬善 保一方水土的平安 哥 你不要顾及我 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 你不要为了我向罪恶势力低头 舍身取义 杀身成人 才是我追求的人生 好 既然我妹妹都说话了 看来我这个坏人是当不成了 我还是继续当我那个又臭又硬的警察吧 哥 原来你是开玩笑的 我就知道我哥他才没那么怂包呢 看来龙队长还是挺幽默的 不过 不管未来我变成什么样的人 有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要是谁敢动我妹妹香香一根寒毛 我绝对不会善罢该凶 哥 你放心 你就放开胆子去做 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好 好了好了 你们也别光顾着聊天了 我去准备一下午饭 好 龙队长 你又口服了 今天念之亲自给你下厨做牛排 我们都沾了你的光啊 客气客气 走 好 慢点吃 念之姐 你做的这个牛排真的太好吃了 和我上次在饭店里吃得一模一样 没想到你的厨艺那么好 谁要是娶了你啊 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喜欢吃的话就多吃一点 香香说了我的心里话 不是我这个父亲自夸 我这个女儿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说百里挑一 一点都不为过 冷伯伯 您真是太谦虚了 像念之姐这样的容貌 学识家事 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 香香 你想不想天天吃牛排 天天来你家吃啊 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那我让念之 到你们家里做给你吃 好不好 好 好了 我就别藏着掖着了 龙队长 小女念之一直很倾慕你 我呢 也对你非常欣赏 我看你们俩 真的挺般配的 我想把小女许配给你 你呢 就照顾好念之的幸福 我呢 拼着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再正借给你铺路 保你前程 让你们俩的小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的 怎么样 我去厨房 看看她好了没 对 哥 我说你还在犹豫些什么呀 你看念之姐 人美贤惠学历高 你别再犹豫了 大人的事 小孩别杀嘴 这怎么是大人的事了 三岁小孩都会选择的事情 哥我是在替你着急 老爷 郎监督 我 谢谢您的厚爱 然后呢 这 爸爸 这龙队长 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我觉得吧 现在提出这种事情 是不是太唐突了 我们至少应该问一下 念之的意见吧 我很了解我的女儿 念之肯定没有半点意见 龙队长 你到底考虑得怎么样 来尝尝我做的蘑菇汤吧 先喝汤 嗯 想想 哥 尝尝念之极醋的蘑菇汤 好好好 你先 哥 喝 谢谢 谢谢 大哥 你 有点 我 来 有点 我 你 我 我 你 去 你 有点 我 你 是 我 你 欢迎你以后常来做客啊 龙队长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 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我们冷家已经拿出了 最大的诚意了 如果在我有生之年 能看到小女念之 找到个好归宿 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冷见度 还是谢谢您的厚爱 那念之姐 冷伯伯 我们就先告辞了 好 好 爸爸 我不明白 不明白就别问 爸爸 你为什么这么草率 就决定了念之的婚姻大事 怎么草率 这是我经过再三考虑 最后做出的决定 我跟你说过 龙天宇是个人才 只要能为我所用 他就会成为冷家放在警方的一枚棋子 尤其是在你一天比一天不中用的情况下 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你更强的助手 可念之是您的女儿 您的亲生女儿 是个活生生的人哪 您为什么总把她当成一个棋子呢 混账 我做什么决定 要你来质疑吗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因为你昏招迭出 让我替你擦屁股 是 是我无能 是我搞砸了这一切 可是那个龙天宇并不喜欢念之 念之嫁给他不会有幸福的 难道嫁给你就有幸福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打念之的主意 我劝你 早早断了这个念头 别忘了 你就是冷家的一条狗 狗肉 永远上不了酒席 癞蛤蟆 永远别想吃天鹅肉 老医生早 早 恢复得不错 尽量还是别沾水 我给你写了医嘱 如果玉瑾为难你的话 就记得给他们看 我知道了 九哥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 就是感觉 你好像 对我不像以前那样了 你 是知道了吗 知道什么 知道龙队长上我家 我父亲向他提亲的事 我承认 我是喜欢龙天宇 我也知道 你对他有好感 你想多了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 可是感情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知道你也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跟你公平竞争 我一个囚犯 有什么资格跟你竞争 你当然有 我先回去了 九哥 希望今天的话 没有伤害到你 今天是没有人来看我了呀 还是不见 我有点不舒服 好吧 怎么样 八九六三说他不舒服 好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灵九哥不敢见我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有数吧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没做什么事情啊 你看看 糊涂了吧 好好想一想啊 我没时间想这些了 你去绑 你把它给我绑过来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找他商量 快去 快去 进去吧 好 你担心 yo 快去 啊 我反的 你 at鱿鱼鱼鱼鱼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既然什么事情都没有 为什么就是不肯见我 对不起 是我态度不好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 坐吧 我现在终于知道 林局长被杀一案的来龙去脉 冷家 冷是男 一直利用他的职务之变 行贩毒之事 贩毒 冷家的光明治检查 一直是他们贩毒的掩护 白粉跟检都是白色的 我明白了 之前我说过 林局长十年来 一直在调查这件案子 他一定是循着线索 找到了冷家的贩毒工厂 这就是为什么 爸爸一直反对我的婚事 你继续说吧 要知道 想搬到冷家 一定得要证据确凿才行 最好的方式 就是安插一个卧底 在冷家里应外合 搜集第一手的资料 而这个人 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关伯君 他隐形埋名 进到了冷家的光明治检查 也就是说 这十年来 我的生父一直在治检查 做卧底 一直到你回过前后 他们终于掌握到了足够的资料 准备收网的时候 冷家还是发现了 于是派出了于大马 杀害了林局长 而你出现的时机实在太过凑巧 凶手就顺水推舟 嫁回于你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 不过有件事 我想不明白 就是于大马当时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你 而选择嫁回于你 你仔细想想 林局长在活着的时候 尤其是你最后见到他的时候 他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说过什么奇怪的话之类的 这或许能暗示点什么 我记得有几次 冷世南跟冷立威 想要探我的口风 他们讲话的意思 是想知道我知道了些什么 还想知道我说出去了什么 那个时候我自然是不知道 但是现在看来 我明白了 他们不杀我 是为了逼出我的生父 因为我生父 有他们贩毒的证据 果然 这一切的关键 就在关伯军身上 现在也只有他 可以替你洗刷冤屈了 请你尽快找到他吧 当然 九哥 你知道 你是什么事都可以和我说的吧 九哥 如果你很想知道龙天宇对冷医生的态度 也很想知道你在他心里面的位置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他问清楚呢 我跟你讲啊 你别指望龙天宇这个一角踹不出两个屁的面瓜 会主动跟你坦白交代 如果你不好意思啊 我帮你问吧 别去 别去 去了又怎么样 问了又如何 就算 就算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你觉得他真的是那么想的吗 看看现在的我 再看看他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他已经对我施舍了帮助 没必要再对我施舍感情 从此以后他的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哥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到底要不要答应冷驾 哥 你到底还在犹豫些什么呀 念之姐她那么好 而且我看得出来她也很喜欢你的 反正我是很喜欢她 哥 你倒是说话呀 我这后半生 能不能天天吃牛排 就看你的了 你叹什么气啊 有心事 那你之间的事情你可以问我呀 毕竟我是行家嘛 我 我也是在书里学的 那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们女孩子为什么常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啊 久哥 妈 谁发脾气啊 旧哥 我去监狱看他 都知道他是不是不开心 对我爱的麻烦 可我真想不出来 我到底哪里惹到他了 你是不是说错话了 我什么也没说呀 那你就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知道了 你是不是做什么事了 好好回忆回忆 我 我什么也没做 那就是冷家提亲的事情 被他知道了 是吗 不对 我没跟谁讲啊 你谁也没讲 那肯定是别人说的 传到他耳朵里了呀 可是 可是这九哥姐 怎么会那么在意啊 难道说他也喜欢你 他吃错了 真的 真的 一定是这样的 没想到 我这个臭蛋哥哥 也这么强手 现在陷入了 甜蜜的烦恼之中了 瞎说什么呀 哥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时间不早了 你该去睡觉了 又哄我走 等一下 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啊 我觉得吧 你和九哥姐会比较相配 我呢 是支持你跟九哥姐的 因为 你们俩 毕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嘛 这样以后也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而且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九哥姐啊 好了 没事 向人家解释解释 哄哄人家就行了 行行行 去吧 哄哄人家 这下好 萧宁峰的心思 就不会在凌九哥身上了吧 这都好几天了 龙天宇那边怎么样 还是没有答复 爸爸 要不然 我去找那个龙天宇谈谈 你去跟他聊聊 打探他的口风 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条件 总之 什么都先答应他 一定把这个事情搞定 我知道了 想喝点什么 我帮你点 不必了 找我什么事 快说吧 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炮开我们之前的那些恩怨 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有原则 有底线 有担当 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家父想把念枝嫁给你 我相信你应该非常清楚 他是什么目的 念枝就是一枚棋子 他跟这里面的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是无辜的 可是你现在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 他这一辈子的幸福 所以 我想请你高抬贵手 放过念枝